人每一天都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,其中难免会有一些食物中含有某些有毒的成分,或者说是一些人体所不需要的成分。 这些废物大部分都是需要通过肝脏来排出人体来的,所以有一个好的肝脏是非常重要的,这样才能够保证人体各个机能的正常运行,也能够使人身体长时间保持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。 那么,我们能否通过吃菜,来把肝脏洗干净呢? 第一,蒲公英,这是一种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植物,尤其在中医领域,它更是有着草原皇后的美抽。 可见蒲公英的功效还是很大的,蒲公英有着很好的清热去火的功效,对于清甘粒胆也有着不错的作用,而且蒲公英的根精比它的叶子营养价值还要更高,它可以护肝排毒。 帮助身体排出毒素,能够清通肝脏,食用蒲公英的方法也有很多种,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普通的菜一样,放入锅中烘炒,也可以把它切好,放在蒸笼中蒸熟吃,当然也可以把它作为配菜与其他食物一起食用。 不过,我觉得味道最好,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它的药效,还是把它放干之后泡水喝。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点,蒲公英是属于含性的植物,所以如果本身脾胃比较虚的话,最好把蒲公英和其他的温性食物放一起泡水喝。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的趋利避害,我们也可以把蒲公英和玫瑰花放一起泡水喝,这样能够有着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。 另外,葡萄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肝食品,葡萄中含有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,这些成分能够消除体内的自由基,对于保护肝脏都有着非常好的作用。 所以那些本身肝脏就不是很好的人,平常多吃一些葡萄,还能起到辅助的效果。 红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肝食品,具有养血安神,也都要等功效。 一般来说,女性大部分都有去红枣的习惯,因为红枣有着很好的补血功能。 但是其实因为红枣中也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,这种物质能够抑制肝黏病毒的活性,所以它对于保护肝脏也有着很好的作用。 可以帮助肝脏排毒,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。 除了平常吃一些有益于肝脏的食物之外,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的方式来帮助肝脏排毒。 人体在进行适度的运动之后,能够有效地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速度。 这样对于帮助排毒也是很有作用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